前面一直在玩最终幻想 刚刚切下了 我今天整个人都快要最终幻想 我有种预感我见得很通 但是进神罗大厦 然后碰到一个恶性bug 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有更新 因为那个最终幻想 我从就前天开了以后 就后面一直没有关过 这个是个很明显的bug 因为我自己重复射了两次 有一段是克劳德 爬那个通风管道那段 爬到某一段 你可以按一个键触发 然后往下看 然后会给你交代一些 这种就铺垫的情节什么 我不知道一共有几处 但是我反正碰到两处 然后如果你去看了 是没有办法退出来 不管在通风管道哪一段看 都会触发这个bug 然后没有办法退出来 只能回到标题画面 然后重新读到 不要讲钓鱼大赛 讲钓鱼大赛 今天我们家这位 钓了一天雨 今天我在这边玩最终幻想 然后我听他在旁边 在那边一直在抱怨 讲那个钓鱼大赛 我想到以前那个 就很早很早 那个电软刚刚创刊的时候 他们不就有一个 那个叫电形式手机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老玩家兄弟 因为你看过那个 他们创刊应该94年吧 然后看过94年最早电软兄弟 可能会有这个印象 前期他不是出了三期试刊 叫Game集中营吗 然后因为那个版号批不下来 他们改了名字叫电子游戏软件 第一期有一个很长的 那个就是这个前沿 然后讲他们这个 电形式手机的这么一个由来 然后其中就有一段话 我忘了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讲那个时候 编辑部里面 在玩那个光明与黑暗 说连续干了 打个两天 也不知道三天 然后不知光明与黑暗 我是今天连玩了一天 这个最终幻想 对吧 人都快最终幻想了 如果现在 有哪个兄弟还有这个收藏的话 那个真的是 对吧 虽然不值什么钱了 但是这个也蛮宝贵的 Game集中营 上个礼拜的时候 不是讲到那个药西吗 然后去年时候 买了两个药西 毛钱药西 然后有一个被我家领导挂了 然后还有一个被我送人了 然后结果呢 后来我家领导又去买了两个 然后他放在公司里面 没拿回来 淘宝上面是可以买的 你是淘宝上面买的 领导好棒哦 领导我爱你 我的妈呀 我正好帮你讲话 你可能先把药吃一下 谢谢 这个是淘宝上面是有卖的 因为上个礼拜有兄弟问到 但那个时候 我们家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吗 关键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 国航的amiibo刚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有兄弟讲 讲那个国航amiibo 下面是没有那张 如果大家买的 那个就之前的版 因为我不知道最新的是什么样的 之前的那个 就其他版本 那个amiibo呢 在他的那个包装下面 是会有一张这个东西 我之前做amiibo视频 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也讲过 会有一张这个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用来隔绝那个扫描 就你隔着包装来扫描 不止一次 有直播的时候 然后有兄弟讲到 我就讲国航里面 是没有这个东西 是没有这个 我当时还很奇怪 说难道现在工艺改进 还怎么样 但是呢 国航amiibo刚出来的时候 我没买 但是后来前段时间 我买过了 然后突然发现 确实是没有 就垫了那张纸 但是能不能隔得扫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我没有试过 下面确实没有那张电的东西 跟其他外版有点不一样 但这个两个版本 amiibo都不太一样 因为国航现在 只有这一个系列的嘛 就是那个 马里奥德赛 然后那个婚纱款 然后跟其他版本 还会有点不一样 包装室 这个是国航版的 它背后是这个 中文的介绍 然后其他版本的话 看你系列不一样 也会有点区别 钥匙的话倒是 那个是针对 VU跟那个3DS的 毛型钥匙 为什么动身不让卖了 不知道 如果网上面 有确切消息的话 这个我也会查到 你要昨天以后死我 讲那个最终幻想对吧 昨天以后 打有一个地方 这个要有一句讲下去 后面几场暴时战 说老实话 我是死得快死去回来 然后有一场暴时战 我改难度 这个应该也不算剧头 地下竞技场 剧情流程里面 地下竞技场最后一场 那个地方 我打了一个多小时 后面实在没办法 我改难度打过去 不是我实在扛不住了 我快 我人都快要疯了 昨天看你打雷诺 都打了好几次 打了三次了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 然后后面发现是要防反 然后防反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闪避 那个时机又不太好抓 然后又死了一次 好像第三次就打过去 改难度也太进去对了 而且是随时 因为昨天我们在 讲那个改难度的时候 然后八哥爱他们也讲到 像有些有些类似于 像屁股啊那种 就难度只能下调 然后就过程当中 你往下调了以后 你是调不回去的 最终幻想在流程当中 不是在这种演出的桥段 你是可以随时改难度的 而且是往上往下 都可以自由的 这一次这个最终幻想 我们当时在玩试玩版 我相信 现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 哪怕没玩过正式版 但当时试玩版玩过的话 大家可能会隐约有这个感觉 就感觉这次这个战斗系统 有点讲不清楚 这种动作要素比较高 但是呢还是有RPG那套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这个除了小怪那些也就罢了 后面的这些boss战 这个精英怪战 动作元素啊 真的是蛮大的 占的这个比重相当大 所以打到后面 其实这个感觉 你要抛开那个 就是你调菜单的时候 其他部分 你手动操作的那个战斗部分 动作元素非常非常的高 昨天直播的时候打几场 跟我昨天后面打几场 那个boss战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这些boss战都是有套路的 得要 你上手得要去摸一下这个套路 所以后面几场战斗 其实真的设计的蛮好 这个要有一句讲一句 还有RPG要素的ACT 因为你讲到那个P5S 那种变革的一些地方 有些像 但他们这个套路 是完全不一样 P5S那个就更注重这个 就是动作元素 有个最关键的 这次这个 最终幻想7重制版 它的这个战斗手感 真的非常好 摸一下设置里面 然后把那个战斗视角 把它拉到最大 开到三档 然后那个视角会稍微好一点 除了那个视角问题之外 那个手感是真的好 跑图的视角其实还好 只有个别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那个视角会有点讨厌 那个自动视角 然后战斗那个视角呢 我相信玩过试完的兄弟 肯定都有这个感觉 比较大幅度 这种位置移动的时候 那个视角是蛮弹腾的 自动视角 把它调到最大会改善很多 都调了 娘娘也调了 三档 三档正好 因为最高之就散的 我是后面才发现 我是后面打这个报纸弹 然后手动调视角 调到我都快疯了 然后我自己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个调好以后 自动视角就OK了 话要分两头讲 我们玩过原作的兄弟 不就讲的 因为玩过原作的话 你现在看这个剧情 你会有个情怀加成 哪怕这是一个90年代 已经20多年前 这个我们不就讲的 以一个新人的眼光 或者你这个 就稍微了解一点 剧情 尤其是一些里面的演出部分 还是会有日本人那种中二 但是你玩到后面 你会觉得这种中二 你不讨厌 日式JRPG里面那种演出中二 然后配合同志版 偏向于写实话 其实不是写实话 你会感觉有点违和 用那种就是 比较日式中二那种演出 你会感觉有点违和 但是呢 你玩到后期的时候 你会习惯 为什么会习惯有一点 我要讲这一作 让我印象最深 深游演出真的太到位 我里面听到主要角色 那些路人不就讲的 路人虽然很多也是有语音 你连句打开来 从头到底给你那个 就是深游那个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内容只能讲 稍微有点可惜 毕竟原作 二十多年前 原作就在那里 然后他这次没有一次性 把这个原作 所有故事都讲完 你会觉得 这个还是有点可惜 但是呢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尽量 把这些惊喜感 留给玩的那些兄弟 千万不要记得 贵球SD能出个完美决绝 我说老实话 我个人感觉好吧 我个人感觉 大框架最好不要改动 我相信其实 会有相当一部分 玩过原作的玩家 已经很满意 就这个样子 已经会很满意 跟当年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有遗憾 他才能让人记得住 就是有遗憾 他才是经典 然后核心危机 经不经典 我小时候在PSP上面 玩到核心危机 然后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外传来讲 他是及格的 但作为一个 最终幻想系列的游戏来讲 其实他上面 有很多试验成分 他的战斗模式也好 篇幅的这个节奏也好 他整个这个框架 内容丰富度也好 但他经不经典 他经典 他经典在哪里 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局 带着希望的悲局 就因为这个样子 才能让人记得住 我一直讲 我在PSP上面 最喜欢的最终幻想 其实是零世 个人来讲 零世经典在他的结局 能让人记得住 因为他的结局 也是一个悲局 时代也算是一个 一个里程悲剧的 这样一个代表作 那个年代 通关时代的话 我相信感情会更深 当作我当时的感受 这是我当时玩到的 游戏里边的演出画面 就最终幻想时 PS2时代 最让我感觉 像是一部日剧的游戏 就是最终幻想时 这样你放在现在来看 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 但当年就是给我这样一种 Pro手柄是不是买了 是不是等买了 便携屏再买比较好 跟便携屏有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是有一个Switch 有个普通版了 因为Light你接不了屏幕 桌面模式下面 后面支架打开 放在桌子上面 你一样可以用Pro手柄了 虽然Light也可以接Pro手柄 但是Light接不了那个屏幕的 是喜欢起RPG的兄弟 这两个游戏 我个人全部都推荐 没有哪个更好之说 这两个游戏真的很难去舍 P5R的前提是 你没玩过P5原作 你要玩过P5原作的话 P5R可以稍微放放 但没玩过原作的话 这两个游戏都是绝对的好游戏 没有哪个比哪个 就是就这样 这个对吧 你选最终幻想器 不要考虑P5R 或者或者下降 选P5R 不要考虑最终幻想器 没有这种讲法 迪克11S值得买吗 可玩性很高吗 迪克11S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 回合制RPG 然后剧情 跟前期的这样 整个前期这样一个流程设计 都是非常王道的那种 如果你是这种能接受 因为这种 我相信应该谈不上 什么喜欢不喜欢 而是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能接受 熬过前面那一段 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 算是有一点点这种 没什么太大惊喜感 没什么不得了 让你眼前一亮 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 这游戏玩得很舒服 它没有明显短板 但是呢 就前期流程 可能几十个小时 前期那个流程也蛮长 几十个小时 你这个慢慢玩过去以后 那个谈不上要熬过去 或者怎么样 就是慢慢的玩过去之后 后面你会发现 这个游戏后面设计 是还蛮粗彩 但是呢 就是它设计太王道 没有什么太不得了 那种惊喜 就是那种比较平淡 然后后面会突然给你来一个 不算那么高潮 这样的一个波动 Switch上的FF789 1012 10和12也就罢了 789那三个 那是高清遗址板 那个是个人不推荐 后会买了生化4数字版 Switch上 我自己也是 一开始先有数字版 生化4 我也买了个数字版 然后后来出了456和9 我又买了个实体456和9 但这个不去讲它 这是我个人问题的 但最关键 其实游戏还是蛮经典的 画风有点老 但如果有这个耐心 你从来没玩过4代兄弟 新玩家朋友 从来没玩过4代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 你要没买过那也就算了 你如果已经买了 由于总统原因 我瞎讲 反正去买了4代了 但是呢 看那个画风有点圈对呢 我是建议 其实4代整个流程设计 是真的非常非常经典的 《圣经3》玩了demo 这游戏有点累 在之前好几次直播的时候 也讲过了 那个demo在小细节上面 那是试完版 在小细节上面 确实还有一些问题 有些是这个游戏的 它这个叙事 跟剧情上面设置的问题 这个是有时代原因的 因为这次重置 游戏整个改过 但它那个 就里面的剧情 大改没有改 所以还是90年代 超越那个时代 那套剧情 所以现在眼光看 就会非常奇怪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 包括那个视角 包括那个打击感 这些呢 就属于是这个 就游戏上面的小世界了 不知道正式版会不会优化 但这个游戏我是买 是肯定会买 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 如果到时候成品 这个表现还不错的话 那是一个惊奇 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 好歹它当年也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 蛮响当当的这么一个IP 那个细节并不是 并不是太那么像 大厂的手笔 这个就有问题 所以到时候看正式版怎么样 南非服是不是锁了 做那期就讲 那个购买方案那期视频的时候 当天我还可以用 南非服因为我特意试了一下 而且乌龙事件 我本来也以为付不了 因为我之前是付不了 然后那天试一下是可以付的 然后后面有兄弟奖不能付的 这个是有可能 这个呢是建议大家 等到有需求的时候 然后去那些服可以试一下 说不定就能用了 当然也说不定不能用 对吧 但这个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像那个南非那个服就是的 然后我之前不能用的 我做视频那天试了一下能用了 然后过了几天 刚刚有兄弟奖 好像讲从4月10号开始 然后好像又不能用了 这种就是不一定了 澳大利亚好像也是 在3月份的时候 我澳大利亚服 我还买过两次游戏 4月初的时候 东城当然能买了 数字版肯定能买了 淘宝上面的话 他现在是不能上架了 然后你跟买生化危机一样 直接找客服问就行 生化危机3宠治会出 Switch版 这应该不大可能 就讲那个最终幻想7 会不会出Switch版 或者那个生化危机3 会不会出Switch版 有些东西有就有了 有些东西没有就什么有了 我们先不讲那个什么 独占不独占 或者有些游戏 它压根就不是独占 但是呢 考虑到个技能元素 对吧 你Switch上面如果有的话 这游戏我就觉得 它得要砍成什么样子 又不是哪家都像波兰蠢驴一样 就为了赚个口碑 为了赚个名声 对吧 然后不惜大家给你搞个一年 把你这个游戏 硬生生给你移植过来 有几家会这样子干 这个我才讲是波兰蠢驴 比较让我佩服的地方 但是呢 其他厂商不愿意这样做 这个也是完全正常 不但正常 而且是完全正确 所以有些游戏移植不过来 这个 这个没必要强求的 这个最终幻想7 玩过的兄弟肯定知道 你硬生生把它移植个 思维剧版 意义在哪里呢 巫师3 那是因为 我相信了解波兰蠢驴的兄弟 可能会知道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才能够 不用考虑其他厂商 考虑的那么多因素 他们可以不惜代价 然后外包给别人 花个一年的时间 这个当中代价 其实也是不小的 承担的风险也是不小的 移植过来以后 然后后续再跟进 再去优化 让这个游戏 现在还有个 不错的表现水准 在思维剧上面 这是我佩服他们的地方 不考虑价格因素化 光考虑诚意因素化 这个游戏是在 数据上面 第三方作品里面 可以讲是很有代表性 其他厂商 考虑到这个移植难度 考虑到这个移植的代价 考虑到移植 这样的一个性价比 其他厂商不这样做 我是完全理解 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 那样才是正常的 看下这个游戏 它针对这样的一个 主要市场 这样一个人群 就立马就明白 如果它移植过来 那当然是件好事情 大家对吧 都拍手称快 如果不移植过来 那也是再正常不过 没必要强求 直播还可以连电视 可以的 得要看你采集卡 有些采集卡 是可以分两路输出 我自己现在用的这块 是分两路输出 就是一路接到我的电脑 一路接到电视上 如果我录素材的时候 然后我是看着电视 因为电脑上面 多多少少会有点延迟 但如果直播的话 只要这种游戏 不是这种 对这种延迟 比较敏感这种游戏的话 我一般还是会看着电脑 因为电脑上面 你才能看到评论区 在数色玩 显示器和采集卡 二选一选哪 如果光是玩游戏 不考虑到什么直播 或者是要录这个游戏 那肯定是显示器 你显示器还能给你笔记本用 采集卡的话 只是为了把所有的画面 输出给笔记本那个屏幕 对你最大也就17寸 笔记本的话 采集卡也得大几百块钱 如果是只是这个用处的话 那买个显示器不是更好 那个忍者纳士纹 宁者 泡泡汤忍战 感觉什么好网友 他就是个网友 主打连击对战 跟那个就是那个喷射二一样 只不过呢 喷射二是个买断制游戏 免费永远最贵得要看来 一般来讲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就免费东西的 其实往往到最后会发现其不平 宁客能玩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如果要客金的话 这个客金到底这个坑有多大 这次厂商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讲过 您觉得这个游戏 它客金制度到底是什么样 游戏本体是免费 只确定这一点而已 它客金制度是什么样的 并没有讲 反正五月份也就出了 下个月也就出了 有兴趣朋友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话要这样讲 就不要去抱着什么 就前段时间被代解之后 讲这个游戏什么 话时代大作 不要抱着这种眼光就行 充分发挥机能 话时代大作 将会改变以往 大家所有对游戏的认知 什么一款游戏 不要抱着这种眼光 十三机兵建议云吗 只有所谓 如果我不建议云呢 不调侃的话 有句讲究 我在那期视频也讲过 就在十三机兵那期介绍视频 我讲过 这游戏呢 喜欢这种划分 这个是第一个关键 香草式的游戏 对这个题材还比较有兴趣的话 这游戏我还是建议自己玩 如果有选择情况下 我建议还是要自己玩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是真没有哪个游戏是适合云的 至少我接触过游戏 还真没有哪个 是真的是纯适合 就是看边玩 就哪怕是那些播拼游戏 类似于什么直到黎明 或者类似于迪特律变人 鲍鱼和那个操板装 这些我自己都玩过 哪怕是这些游戏 我都建议是 如果可以选的话 尽量是自己的 他说他主要是因为 他女朋友对你比较好奇 人家肯定想半夜三更 我男朋友一天到晚再看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人家不知道什么东西 半夜三更不就是 大家打打游戏 聊聊游戏 吹吹牛 还在看 这有什么好好奇的外口 完了完了 你是女的 昨天晚上应该真相大白了吧 这不是什么 你晚上在看什么女主播 我现在突然发现 为什么 这么聊天使 这种我们都不知道在聊什么的 然后 还会有一帮老兄弟在 我现在突然明白 为什么 我现在突然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仔细想了一下 别人我不知道 至少那帮 老观众兄弟 我能报得出名的那些人 然后全都是有女朋友 有老婆 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老观众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真相大白 在已经整整直播了一年以后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解释的时候比较好解释 人家老婆要问了 你个死鬼 你天天晚上在看什么直播 你是不是迷上哪个女主播 然后光明正大把我这张脸甩出来 你看就这么个玩意儿 不是蛮好的吗 否则要看哪里 否则 否则这样 这样你们蛮逼的吧 感觉到正面好萌啊 我觉得 我都没仔细看完在正面 然后我在旁边配音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到旁边就配音 居尼主播拉普拉斯 接下来就交给他了 你人生中第一次玩的一款游戏 亚达利上面一个打飞机 亚达利上面有一个 不不不不 有一个开飞机 然后重版的一个空战游戏 我不知道有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吗 你偏要说打飞机 我直到去年之前 我都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 后来我在YouTube上面 然后看到有老熊介绍这款游戏 好像叫海湾战争好像是 那时候八九年拿来海湾战 打的是叫什么 就是相当于这个飞机的油量 就是它会慢慢减少 然后路上会有很多这种 就是可以加油 你从上面开过去可以加油 看能打多少分这么一个游戏 那时候我玩的第一个游戏 人生当中我玩的第一个游戏 亚达利上面 运河大战 对对对对 运河大战 对我请问 海湾战 不是我就 我就去年我在YouTube上面 然后看到有老熊讲这个 然后我就翻译了一下名字 对对运河大战 运河大战 它一个油箱是一个数条 然后飞机开过去的时候 然后是就是一点点加的 飞机开到最后 快要脱离油箱的时候 是可以把油箱打爆 还可以拿分数 印象很深 还有一个游戏 还有一个是那种横板的 然后路上有陷阱 有鳄鱼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名字我也知道不出 你开的是什么 不是操作是 不是开的是 操作是一个人 但那个名字我也知道不出 你要讲最早接触 大多数的 像我们那等人 大多数都红白机 红白机第一个游戏 混豆罗伊 我的自己的第一盘游戏卡 十六合一我还记得很清楚 然后这十六合一 第一个操作是玛丽一代 但是当中那个顺序 我已经记不清楚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爱的小五 第十五是爱的小五 爱的小五是什么游戏 很傻的一个游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 爱的小五 你要不提我的忘者 但这个名字太好奇了 你知道 至今我只玩过最闹心的游戏 小的时候应该蛮多的 以前这种游戏 各种各样这种天然门槛 或者难度门槛 或者是这种就语言不同 天然门槛 好几年前 碰成James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刚国内开始 这个他的视频开始火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特别爱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碰的绝大多数都是红白机游戏 对不对 绝大多数 然后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游戏 我当年都玩过 讲的是有一点点偏激 碰成James 有一点点偏激 那个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是呢 是有好多点我们是能对得上 确实是很恶心 好多好多红白机游戏 你要讲糟心的话 现在这些糟心的游戏 比较主流的 你要讲那种很小众 那个也就罢了 或者因为难度也好 或者是因为这个游戏设计也好 其实跟当年比起来 都是小事情 以前那个时候 这个厂商大家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很多时候都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由于技术限制也好 或者是这个经验限制也好 那时候当年那种糟心游戏 多得不得了 请看 碰成James的游戏 叫什么 动作游戏51 世嘉上面一个叫空牙 那个是接机 世嘉那个是移植过来 好多人在问路之铁源 对 那个也是最早的时候 也是世嘉那年代游戏 坦克大战 什么时候上次 却不知道 欧买Switch就是为了坦克大战 他一天不来 我一天不安宁 FC圣斗士黄金传说 请 啊不对 不不不 全名不是叫这个 全名不是叫这个 圣斗士 心事 全名叫什么呢 不不全名叫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游戏 我太有印象了 这是我FC上面 玩过的 又想把它通关 又是想尽办法通不了关了 全名叫什么 黄道士 黄道士 不不不 圣斗士12公 不不不 我怎么感觉都不对呢 就叫圣斗士 没有没有 后面有个副标题 黄金传说完结片 是叫黄金传说完结片 我记得有个完结片 对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副标题还蛮长 而且就蛮有特色 跟那个漫画什么都不相关 凯瑟琳没玩过 凯瑟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吃东西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是个搬箱子游戏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研究过 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虽然我也很好奇 这有一句讲句 我也很好奇 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推箱子游戏 那么多人感兴趣 但是呢 听人讲 听群里面兄弟讲 直门问那天 我就看到了游戏的预告 我就问了句 这么一个推箱子游戏 为什么会叫凯瑟琳 对我跟推箱子有什么关系 它不应该叫什么仓库翻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群里面有兄弟讲 这是一个意志游戏 难度还不小 然后有一些过场动画 我讲那推箱子游戏 有什么过场动画 就跟你讲 这个为什么要推箱子 推箱子有多辛苦 我说原来是这么个玩意 还卖那么贵 这个考虑都不考虑 从来没了解过 这个游戏我介绍不了 不好意思 剪辑软件 然后这个输入法处 别缩写 打了个BM 不买 本来是BO 然后他帮我搞了个B买 身外危机画质优先的话 最恐怖的推箱子 期待 画质最好 这个就有的好讲 你要讲最恐怖的话 画质吗 可能考虑近期的 期待 兄弟问那个意志游戏 就一还会在场地上 继续哄 我们前面正好还讲到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看那个预告片的话 预告片那个用的肯定是主机模式画面 从那个预告片看 那个分辨率并不是1080p的 但是掌机会是什么样的 不清楚 因为你要讲那个 就主机模式不是1080p Switch上面其实好多游戏 那个主机模式下面 画面其实都没到1080p 这个你看预告片 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看原版预告片 不要看压缩过的预告片 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能有分辨率 正式版什么样还不知道 一份动森数字版 能两台Switch连接 再线连接的话 理论上面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理论上面 就实现会比较麻烦 一份动森 然后两台机器上面玩 怎么玩 那肯定是这个主副机账号 主副机账号的话 你要想这个游戏能同时运行 你就得要实现一个条件 就是在主机上面 你得用其他的账号 然后来玩这个动森 副机上面用主号来玩这个动森 然后问题来了 主号是买过这个Switch onlan会员的话 那副机用主号运行 副机是可以联网的 但是主机上面用其他账号 这个联机的话 得要那个号也买过Switch onlan会员 他们是可以联机 一个游戏 主副机同时玩要会员 哪怕只有一台机器 对吧 你要联机玩的话 肯定要需要会员 只是主副机同时运行个游戏的话 那跟会员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副机用这个主账号来玩 然后主机用这个另外一个账号玩 就可以实现两台机器 可以同时玩一个游戏 手柄不带摇杆帽会出问题吗 这会出什么问题啊 我的天 这个是完全大家那个手感习惯问题了 有兄弟喜欢带摇杆帽 有兄弟不喜欢 就我自己是不喜欢带那种 Shinxpoth 哎呀等到时候出来 这个不要急了 PS5连样子都没放出来 到现在只有个手柄的样子 然后现在只是放了一部分 这个关系主机的配置 然后少部分新的这个功能 这样的一个介绍 新世代主机啊 这个功能介绍 我永远都是只是看一半 听一半 然后呢 关键是这个东西 叫上手自己用了 然后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用 那个时候才知道 最关键价格还没出来呢 对不对 现在你讲要买哪个 不是太早 两个里面选哪一个 或者是不是两个都买 得等到就全部消息都出来了以后 样子出来了 然后首发护航阵容出来了 价格出来了 这个是关键啊 价格出来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讲 这个还比较靠谱 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东西 前两天晚上我一直在 血红味 肉松小队 但这个就吃起来 吃起来比较难看 你知道 因为它里面是这个样子 你抓一手 手上面全都是肉松 动身去别人导 连机需要任天堂 是不是会员 没有需要的 除非你本地连机 如果是在线连机的话 什么游戏 你本地连机都是不需要会员的 但在线连机 绝大多数游戏 都得需要会员 还剩下来这么多游戏 等下今天直播结束以后 我玩FF7的时候 然后我拿这个到夜宵吃 我想想看什么 倒这样子 倒起来超级爽 好 Switch什么牌的内存卡 主流那几个牌都可以 直接按照销量 排个需求性 光是给Switch用的话 没什么太大讲究 因为Switch本身 对内存卡的要求就不高 对 除了杂牌 你要讲那种 就实在很杂那种牌的话 那就另外一码是 就卖得好那几款 单新的那个128G 我好像买过两张 闪迪我好像买了大概 闪迪128 我好像也买了两张 然后200G的买了一张 然后后面就是雷克莎 因为雷克莎那个比较便宜 我买了张256 现在我200G的 在给那个 我的Lite在用 然后那个雷克莎250的 一直在给那个 续航升级版在用 换机器 数字游戏 数据没有办法进行 换机器不是讲换卡 如果是换机器的话 账号跟游戏存档 都可以进场通信 然后把数据转移过去 游戏没有办法转移 游戏必须得重新下 就是你账号先登录了 然后把原来那张卡 原封不动的放回去 它还是会要求你重新下 PS5出了 买PS5还值得吗 你要是讲出了以后 再买PS4呢 当然也可以买 每个人情况是永远不一样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买就会有点晚了 如果你是讲现在买呢 我是觉得现在买也OK 如果这段时间发售这些游戏这种 或者之前的PS发售游戏这种 你都蛮感兴趣 然后又没怎么玩过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 如果你是讲再玩几个月 甚至PS5这个都已经就尘埃落定了 要出来了 或者是已经出来 那个时候再买就有点晚 因为这个问题是从今年年初问到现在 每个礼拜都会有人问 而且我相信往后每个月也会有人问 这个越往后 这个大家会越纠结 在没出来之前 在没尘埃落地之前 你都可以买 打比方六月份过了 眼看都快要上市了 那个时候你再问这个问题呢 我比你还纠结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能买 但是问的兄弟 这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比我多多 我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 大家回头见 各位回头见 各位拜拜 假装有没有的 今天不假装了 今天我们一直过去 全都是汉的 不要自己骗自己 好 拜拜 拜拜 各位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